昨天立法院是炒成一團 因為不滿 在這個月五號 綠營已一分鐘就出審 通過了一例一修條例 勞基法修正草案 藍營立委昨天霸佔主席臺 抗議 藍綠發生了推擠衝突 場面混亂 不必打 不必打 會議一開始 藍綠立委就爆發推擠衝突 藍營立委不滿這個月五號出審 攸關一例一修的勞基法修正草案時 民進黨招委陳寅宣布開會後 一分鐘就通過審查 原電上午未還委員會 要確認上次會議議事錄無異議 但藍營立委一早就搶先霸佔主席臺 主張上次會議無效 民進黨團隨後召開記者會表示 保證可以讓在野黨提出異議與程序發言 並勘驗十月五號 魏皇委員會的錄影帶 強調民進黨的修法版本 是要落實週休二日全國放假一致 並讓勞工增加特休假 多數民進黨立委陸續離開會場現場只剩下藍營立委及部分時代力量立委 一整天下來魏皇委員會持續空轉 時代力量認為上次的會議無效必須重新進到委員會實質進行討論 國民黨立委表示上次整個會議過程充滿瑕疵 因此要求必須更改議事錄 並開公聽會退回重審 那今天民運黨團只是說好 我們把當天的錄影 錄影調出來 議事錄還登載的還是主席的才是 就是五億一通過 大家難道是睜眼說瞎話嗎 由於藍綠不同調 溝通無效 攸關勞工休假權益的法案 還是沒有獲得解決 記者會有講 林翔會報導